也许我真是一幸运儿 确实我也有时候在想 我确实可能是一幸运儿 当我毕业了以后 北京人艺的大导演 大家都叫他大导林丈华导演 就让我跟着他一块去做话剧 那么后来又和张艺谋导演 再往后又是和胡梅导演 然后又是张黎导演 又是张艺谋导演 你说我就是老爸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最有名的导演 您都经过一遍了 他有些东西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那种 他不是说我跟你说一会儿或者怎么着 孩子你应该怎么不是 是我老是看他们 张艺谋就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 而且是能够很沉得住的那么一个人 到了今天我有时候也在想 得像张艺谋大哥这样 他能够沉得住 你说什么样的事情他没有经历过 什么样的 甭管他对他的作品等等 各种人生的这种 对他的这种 他都能够很 在他上都可以 也许人家有 但是我看到的不是这个 全是在工作当中 我记得我跟张艺谋大哥第一个戏是活着 他那屋子里贴了满墙的这种各种人物的 谁跟谁之间的这种关系 各每场次之间衔接的怎么衔接 反正整个屋子全部都是和剧本的创作有关系的这样的东西 然后他就是不睡觉 反正我就经常的就能看见 一两点了两三点了 就看他自己还在楼道里转悠 在屋子里还有人在成宿成宿的在说这个 齿晓宁在布光在拍乔乔大院的 齿晓宁对光的要求 就实在是有点让人真的是觉得行了吧 不行 不行 黎叔 张黎导演也是 绝对不是说去我要催什么 包括有了什么事情了什么的 不要着急 我觉得能够在艺术上能够有造诣 甚至是能够出好东西 可能就是跟他们这种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觉得是有关系 在我身边都是这样的一种潜秘末化对我 所以我可能现在也是身上估计也是这种 现在是这样的状态 现在想起来过去最胶着困惑的时候 是什么什么时候 九十年代 其实就是在九三九四九五年左右 九五年 当时想努力学外语 放弃这个职业 出国去学习 去学什么呢 去学哪怕去学导演 或者学摄影 或者学灯光 真的就是想 当然也出不去 你也经济实力也不在那儿 也出不去 当时为什么 在表演上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也不是说想和别人不同 也不是说非要独树一帜 但是当时确实是不太敢苟同 甚至就是甚至都有些看不太惯这种 怎么好多这种表演就那么假呢 不真实呢 也不说人话 就是不想同流合物 那时候你什么挺孤立的有时候感觉 对对特别孤立 但是怎么面对这种孤立啊 其实我就是自己老师在跟自己对比 确实是确实是应该这样 我没错 特别特别喜欢你 别客气 就像我上表演课的时候 我会就很多时候找不到那种状态 带入不了角色里 有时候找不准 对 找不准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 我很好奇您怎么 就是您进入一个人物的方式是什么 比如你要进入哈姆雷特 他是这么一个犹豫的 然后是这么一个面临着家庭这么大的变故的 就是您当时要您怎么进入他 然后他变成有尼大红特色的某种哈姆雷特 您怎么去理解这个人物的过程 怎么发生这件事情 比如说和林兆华导演排练哈姆雷特的时候 我们就找孙道林老师配音的这种王子复仇记 学孙道林老师那种感觉 那种台词的感觉 到了林兆华的全部是错的 不要去语速放快 你能快到什么程度 就是快到什么程度 然后他就正说着 停 说 他也不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他就说你先这样节奏的去说词 让我们找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都半天了 所以我就一句一听 一句一听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他所谓的问题 我就一句一听 然后他会告诉你了 他希望在这个戏里是有一个节奏 整个戏是有一个节奏的 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个节奏应该是什么样子 他就想通过这个演员说 这个演员说 这个演员说 都说着不同的人物的台词 但是都在快速的在说 他自己在感受 是他想要一个什么东西 这过程很刺激 像在实验一样 对 就是那样过来的 你会觉得 沙士比亚西还可以这样去弄 还可以这样 不是那样 然后就逐渐 逐渐逐渐真的就是什么忘掉了孙奥林老师配音的那种很棒的那种王子复仇记的那种 就真的什么都忘掉了 最后真的就是成了你自己的 确实是自己由衷的发出来的一种带有林兆华要求的那种节奏的那样的一种说话的方式 就认识到这一点 对你的表演是有很大的一个转折性的改变 可以说在台词方面 对我是一个转折性的 如果说在表演方面的话 掌控这个节奏 可能对这个人物是有直接关系的 你刚才说的都很对 比如说演哈梅里演各种 我需要遗忘之前的所有的经验 但是如果你是空白的话 你也是无法表现的 你肯定还是在调动自己之前的经验 才那一刻 但又是陌生的 就您怎么去接近他们这些角色身上的经验呢 就是靠什么呢 我挺好奇的 还是说 就是一个太多的有太多的自觉意识 有时候对演员是个伤害 会压抑住这么多感受 我不知道这个说是对还是不对 就是说创造伪人形象 他们就有那种什么伪人操 总理就是 一二三 这就是总理的手不太好 把这个动作练好了 基本上总理的这种感觉就有了 但是你说 严松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就看这个演员 一个是他的演员 就是说他确实就是生活中 他得有一定的阅读量 他会琢磨 他会观察生活 不是说我就瞎看 他会 作为我来说 我知道什么是我要需要的 对我就想问您的琢磨方 过程是怎么回事 是 您怎么琢磨演员 什么是我需要的 也许这个人 我跟前门那看见一个 我觉得这人就是什么 就是严松 我觉得这个人 首先外部我觉得这个人是严松 可能我就记住他了 我也会寻找一个外部的这样的一种形象 然后逐渐的往心里边去消化 然后去再把内心的东西和我看到这种形象 我这种感觉 他的那种感觉能不能搭在一起 你包括都挺好 我也是看了N多个 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也有这种老头 但是没有看中的 没有就是我觉得 因为确实这个老头 我不知道该怎么 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父亲是这样的一个 父亲都是肩扛着这种家庭重担 特别有 这父亲就是一肩膀 这好 这是这样一父亲 所以我感受不到 我看不到这种 就是我想去捕捉 真的捕捉不到 但是我只抓住了一个就是什么 一个老头的一个外部的一种就是老年的这种就是老是那种歪着脖的那么一个老头的那么一个感觉 我就觉得 感觉那个老头心里边故事非常多 就他那种 就感觉真的这个老头觉得这一生是 一定是一个这种 一蹬一蹬的这种阶梯式的走上来的这样一个老头 一会儿在接近这种 可能辩 Indeed 其实吧 妈也没了 你们这孩子之间打小就有矛盾 我这都是看着你们长大的 我这桌桌 你们能到我身边 都能多到我身边来 也许是不是就能够 你们也能通过我的凝聚力桌桌 你们是不是也能缓和缓和你们的 我觉得我得给桌桌找一个要充实我的内心的这种东西 挺好一老头 你觉得苏大强和司马懿严嵩有相似的地方吗 你还是这么说的话也能找到相似的地方 什么呢 你比如说这种染压 你看您一说这个问题 我现在这么半天我就一直在想 我立马就飞了 就开始琢磨开始想 从哪些角色之间有这种 应该都会有某种关联 我猜 跟您说的您会一个新角色会吸收很多东西 然后演完又把它释放出去 咱肯定会有些留在身上了 对 有一层层叠在一起 对 你说这也算是一个对演员的一个课题 因为你自身去创作角色 一定会留下 就像您刚才说一定会有 您会吸收很多释放很多 但是一定会留存在你内心很多东西 或者是精华的东西都留存下来了 那么你再去释放的话 一定会带有一些你自己 那么可能就是说 是我自己演员本身的自己的这种释放 对 而且很多人就冲这个去看的 它后面的连续性 这是今天属于你个人的东西 所以说有些演员聪明的话 他拍续集一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 这个就不存在我再创造人物的这种过程了 他只是把这一个人物一直在延续延续延续 要不我就把塑造墙延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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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厌倦的吧 对 就是没有创造力 我确实是有点担心我自己 我前一段参加了一个就是70周年的刘定桥 我去做一个讲述人讲述刘定桥那场战役 虽说我也很严肃 虽然是那样的一种场合 我自己看我也觉得这不是苏大强 我就是苏大强已经把我扎干了 你觉得您现在属于过去十年属于您创造力特别旺盛的时候吗 还是尚未到来呢 这也怎么说呢 说尚未到来吧 有点留恋前十年创造的角色 但是认为自己还能往前再走一走 摆在我面前的现在就是苏大强这个角色 我想把苏大强这个角色给拍下去 杀死苏大强 会还有一种特别的荣誉也好 承认也好 在表演上被更深刻的认可 这种渴望 今天来看戏的人 有我的师姐 有我的师哥 还有领导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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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舞台上 就是当你晚上一走的时候 没走那么一米多灯光就开始亮了 没走那么一米多灯光就开始亮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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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底下哑泉无声的时候 又等着你怎么去张口 就这节奏是我在控制的 我想说了 我开始说话了 我就是想让你不要害怕 我想让你的内心激动一次 哪怕就一次 我是第一次和国外的团队在一块合作 在安恒曲的这个排练场 我真的就是 我就觉得我又回到了从前学生的时代 我真的就是让自己成为像一张白纸一样 但是也有和他这个就是以色列这个雅伊尔这个导演 我是不太想按到他那 就是我有一段台词 我对老太婆一点情感 虽说台词里有五十多年我都没碰过他 我甚至都想不起来他是谁 他一天到晚就是生炉子 拿水匹柴 整个哪个的 就干这些玩意 但是当人没了 他要求 他说这个安恒曲 这个列文的作品 在以色列有很多好的演员 其他剧院的演员是演不了的 他说是和我是一样的 就是很走心 整个很走心 他不需要你那么去走心 他告诉我们全体员都不需要那么去走 他说你要推进这剧情 你们是推进任何一个演员都是推进剧情 不要沉浸在什么悲伤啊什么 不要沉浸在这边 你觉得他是不是有道理 这个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嗯 为什么我觉得说他说的对呢 就是你在过程度上 你就会突然的会发现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那段 把他埋葬了以后 从木地出来没回家 我就随便的走走走走 我就走到河岸上来了 然后哎呦柳树 这个柳树怎么回事 也突然想起来了 这个柳树 确实我们从前有个孩子生下来 就没了 哎呀 就五十多年前的事情突然全想起来了 然后就觉得五十多年前 我怎么不知道 这五十多年 我都不知道是一条河 然后就开始涉及自己 就说哎呀 我要是当时我在这河岸上干点什么 我都挣钱不比做棺材强吗 我这怎么过的 这五十多年 我开始对自己开始有了新的一种 您觉得您的人生的五十多年是靠什么推动的呢 这粮食和菜是肯定有了 还有蛋糕 泻墨咖啡推动 我16岁多不到17岁 我就下乡了 下乡那会我记得我还没告诉我爸爸偷着我爸一本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就这本是吧 或带来是新版的这本是吧 那会它是有三本 三本 对 就是这个斯坦尼斯拉夫斯业 演员自我修演完带着一本去 然后带到了乡下 实话实说里边有大部分的东西我是不太能看得懂 但是没事看看 而且那会也没有什么娱乐 我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其实下乡那一段呢 我觉得也没有想很多的这种什么自己的 给自己规定或者将来想要做什么 没有那些 因为很小就离开了哈尔滨 因为父母也确实照顾不了我 跟着我老 兰州 然后 安徽 所以从小就是一个四处的这种游荡一样的生活 然后北京啊 到哪都是重新开始认识 那时候你大伙会挺困惑的吗 它什么状态呢 他们有个叫马车班 我就在马车上给师傅当小工 赶着什么拉什么 冬天了呢 就是给这全农场的人呢 上大清去拉石油 就那个苦 一般都是晚上九点两钟就出发了 一直到天亮 五周点钟 嗯 就 到了大清了 然后就开始 它都是一块一块的那种石油 就开始往这车上马 嗯 那是动成块呢 一块一块的 就是怎么马这个 这特别是一个技术 嗯 而且路途又远 嗯 还不能让它颠的颠的 这车就散了 嗯 就掉下来了 就完了 嗯 然后还要给它蒙上 蒙上腰 系好了 嗯 那我们只能就是说 趴在趴在上头 嗯 但是冷啊 冬天冷啊 你又不能 你趴不了一会儿 棒小儿都趴不了 你就得下来 就得跟着车跑一会儿 嗯 这种日子过了多久 七十六年下乡 80年一直是在 在乡下 嗯 嗯 嗯 就是什么都没赶上 什么返程乱七八糟的动作 都没赶上 嗯 嗯 我呢是 七八年开始就 老请假 就一门席子想考学 嗯 就这个决心是怎么下的呢 怎么这么强烈 对这件事情 回哈尔滨 然后看母亲在 在台上演话剧 嗯 然后自己跑到后台 呦 这 哎呦 嗯 这底下看着跟真的一样一样 这都拿什么做的 嗯 然后这个 旁边演的是什么戏 我忘了 下雨 嗯 我在剧场里看 我说坏了下雨了 其实是人家那个剧场做的效果 我就自己都 哎呦 是不是下雨了 接受的东西不知道 嗯 嗯 就是太多 都涌过来了 对 就真的是就是 嗯 忘不掉 嗯 要是您现在碰到 那时候的大虹 你觉得想跟他聊什么呢 东北的一个小伙子 对未来 又期待又 有点害怕可能 嗯 我曾经过听过那么一个小故事 嗯 说有一行者 嗯 问这个得道者 嗯 您得道之前是干嘛呀 嗯 他说我 匹柴丹水做饭 嗯 他说那您得道以后您干嘛 那您都干什么呀 他说匹柴丹水做饭 嗯 那您怎么得道的 嗯 他说我得道以前呢 是匹柴 然后我得想着 还要呆水 我还要想着做饭 嗯 那么我得道以后呢 匹柴是匹柴 呆水是呆水 做饭是做饭 嗯 有没有哪些时刻 你是希望 按照现在的眼光 去纠正那个时刻的做法 当时应该那个年轻的 你大红应该这么做 不应该这么 不应该这么做 应该做这个选择 不是做那个选择 有没有这样的时刻 这是怎么说呢 你这突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不太好 回答在哪呢 可能我的人生还要往前走 嗯 哎 您让我就是 回答到此到这了 我这后边的人生 比如说还有个N多年以后 您再问我 我可能会觉得 我再走个N多年 嗯 在这个未来的N多年里 您现在想到的特别想实现的事是什么呢 比如说创造一个新角色 这个压掉苏大强肯定是其中之一了 还有什么特别想实现呢 其实我就是 劈柴就是劈柴 打水就是打水 吃饭就是吃饭 就是有一个好的身体 我只能是 说得我好焦虑 我就不想喝杯啤酒压压惊 你老是 你不带你 洪文哥 你不带这么看着我 像严松看着我一样喝 这有啤酒 那您喝吧 我喝 我喝一口 我开车 所以我不敢喝 我不喝 我不喝 这是什么 手磨咖啡 再来一个 早来呀 咖啡 咖啡 可以吃 什么都有 对 这是一个苏大强式的节目 可以为所欲为的 我都有点快蒙了 这说得特别好 这个芹子奶油都少了 这不是蛋糕 有附体了 好 哦 你看 现在